Hello 大家好 我是羊羊Stacia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不經不覺都在加州住了9年的時間 很多親戚朋友都會問我一個問題 究竟加州是一個怎樣的地方 究竟加州的治安是怎樣的呢 是不是很不安全的呢 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這9年的少少經歷 提示給大家知道怎樣可以安全一點在美國生活 如果用幾句話來總結我美國的加州治安是十分之差的 雖然我自己就沒有見過一些槍擊案在我面前發生過 但命案其實也是在旁邊發生過 那一次我家旁邊的街是封了 然後就問警察究竟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整條街都封了整天 然後他就跟我說昨晚凌晨幾點的時候發生了Murder 在我對面街那裡 先說回剛剛來美國的時候 就是2014年的時候 那我住在Ontario那邊 那邊的人口密度其實十分之低 那整條街其實都沒有一兩個人在 剛剛我們去到美國的時候是沒有車的 所以整天都要走回去巴士站和超級市場 那些地方都要20分鐘 那有一次就只有我自己的上學 在街上走 然後有個司機就突然走過 走過來問我 咦你的妹妹呢 她在哪裡 她不是平時跟你走的嗎 然後我那一刻就在那裡苦笑 也在那裡呆了 然後心想 原來在美國沒有車的 在街上被走 是這麼多人留意到你的 而且真的覺得很幸運 沒有給其他壞人打我主意 因為她可以跟著你 知道你住在哪裡 其實也有點危險 再說回另外一次 我跟我姐姐走到巴士站 坐車的時候 突然之間有隔火車仔 就停了在那裡 然後有個女司機來的 她就問我 你知不知道某個地點怎麼去 然後我們就說不知道 因為那時候其實英文就不太好 而且我覺得 我們那時候有不熟悉的地方 然後其實想起來 都覺得有點古怪 現在有Google Map 其實你上網都會知道怎樣去 她沒有理由會這樣問你 之後跟朋友聊天 她就告訴我 說不要靠近一些陌生人的車 那為什麼呢 那就是因為她有可能是Kid Lab 當然 因為你是不會知道 車內 即是車內 乘客位的那些 會不會有其他很多男人 在後面你都不會知道 因為我覺得很多犯罪集團之類 他們都會利用一些婦孺 來降低你的戒心 所以其實回想起來 都覺得真的好運 不要在美國亂幫人 幫人那時候都要留意自己的安全 那看美國新聞 很多時候都是有 校園槍擊案 還有在住宅搶東西 打爆架車等等 這些事發生其實都是多不勝數的 學校呢 其實每一年都會播一些影片 去提高我們那個意識 即是怎樣去應付這件事 其實都是很普遍的 就是躲起來 打電話求救 還有有機會就逃走 你說怎樣去防範到 在住宅搶東西 儘量不要帶個人物品出去 譬如一些大的袋 還有不要手拿著錢包 平時都是拿著卡 放在褲袋裡 基本上我都不會有任何東西拿著 另外避免別人打爆你的車的玻璃 那你就要清空自己裡面的車 即是Clip it clean 不要有任何的散紙 紙張在你的車裡面 令人有一個感覺 是你一定會有些錢 有些貴重物品在裡面 剛剛可能去摩買完的東西 都放在車尾箱裡 即是不要被人看 那另外我覺得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就是當你去完銀行 拿錢 拿貨幣 還是做完一些什麼手續都好 回到自己駕車的時候 都要留意一下 身邊會不會有人跟你駕車 因為可能會有人會 即是假設你有一筆貨幣 那另外怎樣可以安全一點 在美國生活呢 那就要有一個安全系統在家裡 即是有人開你的門 開你的窗的時候 整個屋子都會響起來 然後安全系統的公司職員 就會打電話給你 問你是不是安全 如果你不接電話的話 就會有警察過來 所以其實都 我覺得都算是幾 安全 都算是可以當是嚇走一些賊 安全系統其實都 在你去旅行的時候很方便 即是好像有人幫你看著家屋 你可以預先跟那間公司說 你會 那一星期不在 如果響了的話 你就直接報警 你可以這樣說也OK的 另外如果真的有賊進來 或者他拿著槍指著你 叫你打密碼關掉它 那你可以怎樣做呢 我們那間公司說 將你的密碼 倒過來打 他就會直接去報警 但同時都不會觸動到 警告 我就不知道其他是不是都是這樣 我想大致上都是這樣的 那我也覺得是有一個系統是十分之方便的 因為他除了可以叫警察之外 也可以叫警察之外 也可以叫警方員 那些都是按一顆按鈕的 另外在美國住了那麼久 其實都被人偷過幾次信件 定期地去檢查自己的信箱裡面的信 是十分之重要的 因為尤其在一些ban statement 上洩漏了自己的資料出去 那就可能會交到你銀行這些損失 我還要另外知道自己 上網賣東西的那些油包什麼時候到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那些人都會follow一些amazon公司的車 就是會跟著他們 看他們派到哪裡就偷到哪裡 你就要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有油包 就要帶我 那時候可能叫家人收 那很多時候在加州 我都是自己住的 因為我媽媽可能在英國或者香港 我姐姐就已經結婚了 已經都跟姐夫住了 那我只有我一個的話 在家裡就怎樣安全一點呢 尤其是晚上的時候 真的要關掉窗簾 不要讓人知道你只有一個女孩子 不是真的駕駛也不能靜 那些中國人他們有個習慣 就是將鞋放在門外 那絕對不要這樣做 因為你這樣會被人 就是透露了你自己有多少人在這裡住 那第一 那第二 就是如果你的鞋子不在 那他們知道你根本就不在家 那所以真的不要把自己的鞋放在外面 就是不要有任何的事去透露到 給其他人知道你家裡有多少個人 除了security system之外 我覺得security camera 都是很重要的 你可以在Best Buy那裡買一些 camera 放在你自己的婚一和背後 那當有人走過的時候 他就會發光的 所以尤其在晚上的時候 就可以算是嚇走一些人 而且也可以檢查 哪些人在附近走過 或者哪些人想偷你郵包等等 都可以看到的 叫做Wing的app 就真的很有用 因為可以看到附近neighbor 去post一些影片 譬如是如果他放了一些影片 說他看到人偷他們的郵包 然後就會拍到那個人的身形 或者他的樣子 那你大約就會知道 那個人在某一個地方 可能很近我家附近的 那你就可以留意一下 那security camera的價錢 其實我都不是太清楚 但我記得在Best Buy買和裝 我們大約用了兩萬美金左右 那其實都有點很昂貴 我覺得 如果在其他地方買了 camera 和裝 我相信可能都會便宜一些 但我不太清楚 那如果有人知道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我為什麼覺得 security camera 是這麼有用呢 那我就想說一件很恐怖的事 給大家聽 那一次有個警察敲我們門 就問我們的 camera 能不能錄到一輛白色車經過 那為什麼那輛白色車這麼重要呢 他就說 因為那輛白色車上面 是一個磁窗的人 剛剛有某一個地方走進來 然後我們那一刻就 我看不見了 因為檢查了 只是一天看到我媽媽和我姐姐 買完送回來 拿一些送出來的 然後其實再看到幾次的影片 原來是他們買送 拿東西回來的時候 那輛白色車持槍人士 其實已經在旁邊這樣經過 所以真的 整件事真的很恐怖 就是原來我覺得危險 其實真的在你附近 你自己都不知道 真的死神來了 就真的死神來了 那說了那麼久 現在就想快快地說回幾點 總結一下怎樣在美國安全地生活 那第一點就是 買車 因為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危險 而且真的沒有車是等於沒有腳的 那第二點就是 清乾淨自己的車 那第三點就是 正期檢查自己的帳戶 防止被人偷了你的銀行信 另外第四點就是 安全鏡頭 就可以看一下你家附近的情況 還有安全鏡頭 有人開你門 那時候他都會響 還有在住宅那裡 就不要帶你一些 中國人物品 不要拿一些大袋 收好銀包 不要台北可露眼 那就今天分享到這裡 那希望我剛剛說幾點都可以幫到大家 那如果你們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Like、Subscribe和Share 下次再見